哇,這個輪胎那麼大 這個輪胎,大家來猜猜看這個胎寬多少 如果 後續的跑車,這個胎寬有的很多像GT3RS 後輪的胎寬也都 大於300 這個是315 315 扁平比是30 然後鋁圈的尺寸是22吋 非常的重 非常的重 這台車是BMW的X6 代號是最新款的G06 如果有看到我們上個禮拜四還有禮拜五 就是把這台車把它拆裝下來 然後有用我們家的 阻尼測試機去測試看看 後面筒身的阻尼 就是這一支 那一天拆的好像是右後吧 是這一支 好,那我再測一遍 這個的阻尼 非常非常的軟 非常的軟 不太像是 這個車其實2000公斤 所以配上它的後懸吊正常來說它的阻尼 應該是比較硬朗一點點 當然啦 它有 電子懸吊 這個世代 G06 幾乎電懸都已經變標配了 但是 有 遇到的大概一半是 彈簧式的 一半是氣壓式的 所以 基本上 乘坐的感覺 還是一樣 變得比較舒適 那這一台車的車主啊 很特別喔 它已經有開過 兩代的 X6 從 E71 再來F16 再來這台G06 所以它就覺得這台的G06 不太習慣 那最主要的 還是在懸吊的部分啦 當然這台車的動力啊 之前經理就介紹過了3000cc B58的引擎 非常的厲害喔 所以動力上是沒有問題 可是車主也有反應說它的底盤 那天車主跟經理聊很多 它的底盤 跟不上這台車的動力 所以就決定 這麼新的車子 也決定進行來做一個改裝 那這個今天要施工的分成兩個部分喔 第一個 避震器的部分 車高的話車主也沒有特殊要降低的需求 單純是後座啊 就像是Toyota RAV4一樣 非常非常的軟 非常非常晃 所以會針對避震器的部分 來做一個改裝 第二個部分是 它電子懸吊 我就跟經理自行的車一樣 是原車就已經有電懸 那電子懸吊的話 變成改了KT之後的一個功能 是會廢除的 廢除之後 會有一個狀況就是 你表有可能會亮燈 那這台車G06 還有另外一款BMW的車 大漆系列的 大概是F01 F02之類的 它的 一樣都有電子懸吊 可是 電懸的話沒有處理的話 變成儀表有可能會亮燈 甚至有可能 Sport檔的話 它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使用 像是之前的 F22 M 240 240也有遇過類似的狀況 所以 解決 電子懸吊 訊號異常的方式有兩種 應該說有三種 第一種 就跟經理的一樣 我們把 一開紅火之後 按一個Home鍵 它就消除了 但BMW的車子 不是這樣子的 它BMW的車系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 用邊層 邊層的方式 把它邊層 邊層掉 它就不會亮燈了 這個費用比較低 第二個方式就是 它原廠有一些這種 電子懸吊的 訊號線 然後我們截取 它的線路 訊號的電阻 電阻值 做一個 訊號消除器 然後這個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是 使用它裡面的電阻 匹配之後 它的 騙掉它原廠訊號 它就不會亮燈了 但這個費用 比較貴 尤其有可能 像F01的話比較貴 F01的話有4顆 它有4顆的一個 訊號消除器 G06的話 不對 更新更正一下 F01 F02它有8顆 有8顆所以那個 施工上又更耗時 那G06的話它有4顆 所以 解決的方式都不太一樣 好那這個是 有人問 這台車 最低能降 這台車 這台車其實不高喔 它最低的話 我們設定了 大概能降到 大概輪胎 到葉子板 大概 一指半左右 一直半 那待會的話 實際的數據 因為今天是 那天開發 今天第一台安裝 那剛剛經理講一指多 是 是理想中的數據 待會的話實際安裝 實際量測之後 這才會告訴大家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日後再 私訊我們小編 有人問說 G30有幾顆 G30 G30的 一樣是4顆 G30一樣是4顆 對 好啦 明天也是 BMW 明天的話 也是經理好朋友的車子 BMW G21 這台是維根的 如果有空 一樣也會開個直播 跟各位來做分享 但那台比較簡單 那台是沒有選配電選的 還有問題嗎 安裝還是覺得很跳的話 可以 靠阻尼的調整 那經常看經理直播的話 經理就有提到過了 第一個點 要調整好胎壓 有的 可能設定一般的 像這個的話 40PS還很正常 可是一般有的小車 大概原廠 我們在駕駛座門打開啊 都有一個建議的胎壓值 大概32到35PSI左右 那有的 像那麼小的輪胎 可是打到40PSI 那就一定會比較癲 可以靠胎壓的方式 第二個 才是調整 我們在避震器上方都有一個 阻尼調整值 把它調整好 第三個 安裝的時候 建議到我們比較專業的 店家去做施工 在 後面 如果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 那個要調整好 才不會覺得很癲 還有問題 那可以在找我們的經銷商 或者是找業務 來幫 車主來做調整 他說要直播等很久 終於等到 可以溫溫 可以可以 如果經理在 在直播當中 因為 有時候我們是用GoPro做直播 如果沒有人有辦法監看後台的話 就不會看到各位的訊息 所以 如果有看到的話 都一定會做立刻做回覆 因為有 互動的話 我可以把問題 把螢幕移到各位想要了解的地方 來做說明的話 應該會比較清楚 他說 調整車身高低有效果嗎 調整車身高低的話 效果不大 效果不大 因為 KT的設定 它是屬於比較高階的 有比較早期的 或者是比較低階的 它是靠 壓縮彈簧 改變車高 所以當車高比較高的時候 彈簧壓縮比較緊 那種低階的設定 那個跟車高才有關係 像這一台車 G06 後方的調整方式 不是靠壓縮彈簧 這個彈簧 原廠就大概13.4公斤了 原廠這個13點多公斤 那你要怎麼壓縮 根本要壓不下去 所以 像這種的方式 KT的設計 是設計在腳管 我們把這個腳管 往下移 整個長度變長的話 車高就會變高 所以它的調高 跟調低 跟車 跟行駛的感覺 不太有 太大的關係 可是車高的改變 會跟車高的重心 有關係喔 所以一般我們可以看路上的跑車 它都是特別的低階 所以重心比較低 當然操控就會比較好 可是車高 跟舒適度的話 是比較沒有相關性的 沒了喔 那我就繼續了 好 G06的話 後面上座在這裡 它的統身 這台車 經理個人 從 鼠泥測試機上 拉出來的鼠泥 覺得這台車的鼠泥 改掉之後 這台車基本上 就還蠻好開的 不一定要改KT 但改KT的話 整個CP值非常的高 高低可以調整 軟硬也可以調整 那單價 又比 進口的高檔品牌 低那麼多 像這個車主 其實這台車三四百萬 車主哪有可能是預算型的 也不是預算型的 但是 就是在多方比較過之後 才選擇KT 所以如果 車友的話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私訊我們小編 這個是後面的嘛 前面的避震器 這個避震器 它跟BMW其他的車款 有共用 它跟其他車款有共用 但是跟什麼車款的話 經理現在就沒有辦法告訴大家 因為這個是我們第一個在台灣開發的車款 所以我們會先做一下保留 它的前面懸吊系統是雙A的懸吊 那這台車大概快接近2000公斤 所以它的支幣 上支幣 下支幣 用了很多的鋁合金的結構 來降低它的車重 這個是前面的一個 一個算是雙A倍的懸吊系統 就是舒適 太過於舒適一點點 有點可惜 好那我們來 看一下 後方 後方的懸吊系統 那天有說過了 它的後面的懸吊系統 跟F16已經不太一樣了 G06的話 它的後面懸吊系統 已經改成 彈簧跟避震器 一體的結構 可是它的整體長度 不長 整體長度還蠻短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避震器在這裡 上座的話在上方 它的煞車 也這麼大一個 這個車重啦 車子的重量很重 所以 它的煞車的一個零組件的話 也做 前面做得更大 後方的話 我們配置10 如果配置 捲的話會有 200搶14公斤 的選擇 今天的話我們 把車主配15公斤的 這個是後方的懸吊 這個是一個全新的懸吊系統 那它的 這個 這裡的話有一個機構 是我們現在才外加上去的 這裡有一個 訊號小儲器 因為這裡有很多的管線 其實都是像是ABS感應線 煞車感應線之類的 那我們把這個訊號小儲器 你的鏡頭由上往下拍 看能不能拍得到 藏在這個地方 這邊 你從這裡 從這裡拍 這裡 我們把那個訊號小儲器 這裡的角度比較難看得到 等一下前面的話會再介紹一遍 這個鋁合金的連桿這麼多 這麼的大型 糟糕昨天什麼車 Jaguar的車底 也跟這個一樣用了很多 高檔的鋁合金的一個 底盤零件 這個是鋁合金的 好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台內裝好了 這一台的後方要拆裝避震器的時候 這個隔板把它往上 你看這個高檔車 它的用料都很好 很方便 不用再特別把它拉高 這個上座在這裡 所以 如果要拆裝後面的話 這個 隔音的材質 材料把它打開 從這個地方 就可以看得到後面避震器上座的 4顆螺絲 所以這台車要拆裝避震器 反倒 比F16還要來的簡單一些些 再來要介紹前面的 前面的輪胎也很大 前面的輪胎的話是275 35 20 這個是前方的輪胎 這台車都還很新啦 因為車主就是 開了之後覺得 高速變換車道也好 或者是在山路上也好 覺得很不穩定 所以才會找經理來做一個改裝 前方的話 我們配置的是200長12公斤的一個彈簧 那這台車 配14公斤也還行 如果是 M6系列的 它有V8引擎之類的話 那是好像是4400CC 那個的話就一定會配14公斤以上 因為那個引擎的重量 重蠻多的 這個角度應該就還蠻清楚的 我們從這裡拍過去 好這裡有一個很像是 手榴彈的一個零件 這個零件 就是 要 解除它的一個訊號異常的 這個是後來才加裝的 所以它前面懸吊系統還蠻簡單的 這個都是大型的 大型的鋁合金支幣 這個煞車的盤徑也超級大的 原廠就22吋的鋁圈 上座的話在這裡 這個車很新 要小心 上座的話在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顆旋鈕 所以阻尼的話就從這個地方 來做調整 這個引擎一定要特寫一下 因為這顆引擎 就是知名的 B58引擎 3000cc 直列6缸 單窩輪 後續的改裝潛力也很雄厚 但車主的話有說它 對動力的需求比較沒有那麼大 但最主要就是 這個底盤 覺得不太OK 才做改裝 還有問題嗎 沒有了 好 以上是今天 X6 G06 休旅車 新款的休旅車 這個好像是2020年才上市吧 直播分享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再跟我們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拜拜